烏克蘭親俄分離分子聲稱從烏克蘭東部撤出 而烏克蘭政府就說就算戰鬥繼續都不會撤離 非納政府提出經濟改革計劃 這是與歐洲債權人達成現場對希臘大規模援助協議的一部份 捷克最少8人在槍警案當中喪生,死者包括槍手 槍手當時在東部城鎮烏克爾布羅德一間餐廳開槍 西北牙警方拘捕了4人 他們涉嫌利用社交媒體招募穆斯林加入激進組織 印尼法官拒絕兩名澳洲男子因為販毒而被判死刑的上訴罪決 我用的錢加劍 無言